好选用国产的带鱼 进口带鱼又宽又厚 但是它那肉吃着糙 国产带鱼呢不一样 虽然不大 但是它吃着肉细非常香 国产带鱼全是黑眼珠白眼圈 进口带鱼呢都是黄眼圈 或者是黄眼珠 找一个干净的钢丝球 或者是刀 您给它刮一下 像这样 上面的这层白的 给它刮干净 带鱼呢不是越大越好 它得分这么吃 像咱们这种炸带鱼呢 最好要这种条窄一点了 带鱼尖度的辨别 您可以通过这鱼旗验证辨别出来 先带鱼你这样一转 这一条线就下来了 在这儿开一道 把里边的污血缘都给它去掉 黑膜也去掉 您吃这个干炸呢 就是要它中段那块 高度白酒少来一点 先用酒去一下香 还得来点葱姜 这个鱼稍微盐多一点 搁两盒盐 给它攥出水来 咱们一定要花椒 不要这个花椒面 因为咱这菜出来呢 要求干净 搁这里就腌制它 一个小时 带鱼呢一定得腌到够时间 一是让它入味 二呢就是把带鱼的这个腥味 还有异味 给它去得干净 现在这个油温合适 咱们一层一层往里下 一定要把带鱼里边的水分呢 炸得干一点 您要是喜欢吃外焦里嫩的 那您就挂一层粉吧 带鱼里边的水分 一点一点被油炸干了 冒的泡越来越小 这样就要定型了 外边呢结成一层脆脆的硬搁着 待会大家看看效果是什么样啊 咱把油温呢升一升 已经熟了 冲炸一下就齐活 好嘞 这种窄带鱼做干渣是最好吃的 第一吃的是这个带鱼的香 第二呢是吃的这个花椒盐 打碎之后过螺 加盐 加一点味精 好